麵包我得先放回去 先吃完正餐再来动它 哈喽我是BB主 我猜粉丝里头应该有不少人吃过日本的泡面 或许你跟我都有共同的问号 就是呢日本的泡面很贵 而且贵得非常的瞎 来你看看 没有搞错 这样一碗的价格可以买一份便当了 我就实在不懂到底是在贵什么东西的 不过别担心 因为我始终有办法找到便宜的 你看这个集齐品 价格瞬间便宜的一半又多一点 我们就随便挑几碗回去吃看看 相信有不少消费者都认为 日本进口的泡面饼干糖果 都卖的不便宜 进口商从中一定赚了不少 我觉得赚钱没错 多多少少得让人家赚嘛 这些进口商品 除了一般人能想到的运费 租倉库摆放 一些的人事成本外 进口商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我们就以泡面为例 必须得先贴上中文标示 偏偏日本的工钱不便宜 就算你今天请公主生来贴标签 贴一碗泡面的工钱 大概也要1块钱人民币左右 更糟糕的是还经常贴错哦 再来就是进口商从下单到拿到货 平均需要2个月左右 这样就已经过了多数食品 赏味期限6个月的1 3分之1 就是说这商品只剩下4个月 你要在这4个月以内把它卖掉 不然就是只能当极其品 把它销售掉 听我这么一说 你是不是能稍稍的理解 为什么日本的泡面要这么贵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要打开了 3 2 1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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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们这就来尝尝味道 我也不知道我这碗是什么口味的杯面 我们刚打开的时候 都看到它只附了一包调味料 这面条本来就是黄色的 不晓得会不会是咖喱口味的杯面呢 哦这时候我发现了调味粉 它已经直接帮你加在杯中了 你要记得把它搅拌均匀 不然会特别的咸 一会吃完泡面 我们就来吃小餐包 这一粒是德式香肠 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开动 我的天啊 这跟我想象中的日本泡面 落差很大 它没让我觉得很哇塞 我再来喝看看汤 这汤偏咸 有点咸真的 我觉得在想 如果这汤真的这么咸的话 我是要煮一碗米饭 来配这个汤吃 来增加饱足感 我是想法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吃泡面面吃完还不够饱 泡面的汤还不错的话 你可以乘一碗米饭 倒进泡面的汤里头 开一个火把它煮成粥 经济允许的话 再打上一个蛋 我跟你讲 那味道不出什么 米其林餐厅喔 啊太咸了 真的吃不下 哦耶我们去吃奶油餐包